咱们要注意解放军现在在西泰的航母数量还是不够的 首先福建号可能需要三艘这种福建号电子参射常规动力航母 才能满足基本需求 咱们算一下账 解放军海军山东舰在西泰进行远海训练 同时美国卡尔文森号里根号打击船也在附近进行活动 可以说这也是中美两国大部分可调动的海上机动兵力 基本的一个对决了 但是咱们要看到目前山东舰编队从作战能力上看 与美军两航母打击群还是有差距的 就单凭这个舰 因为很明显 中国山东舰吨位较小 载机数量较少 同时没有携带舰载预警机 隐身舰载战斗机 因此必须要陆机航空兵配合 那么同时美国航母相比山东舰作战能力明显是 这个高一个维度 山东舰编队只是05万吨大区加持 咱们一直强调是个编队 有055万吨大区在远程的反舰作战上的优势 那么其余领域还是以劣势为主 咱们要强调这点 但是在西太平洋来说 解放军火箭军空军的远程打击力量 可以给海军提供远程反舰火力支援 对吧 所以美军并没有压调性优势 所以咱们一直强调 这个是解放军至上的原因 是个体系 这也是美军越来越忌惮 中国海军的原因 如果解放军实力不够的话 美国海军早就把航母开进台湾海峡了 原因就在这 咱们有整体优势 那也就提醒了解放军 海军目前的双航母编制 那么明显是不够用的 现在就山东舰辽宁舰 现阶段辽宁舰在中期维护升级 并不具备出海能力 山东舰现在是唯一能够出海的可用航母 近期山东舰频繁的出动 演练 压力其实非常大 咱们说为什么给山东舰加油 因为他现在压力是真的太大 就他一个能够激动的 所以理想的情况下 解放军海军要随时保证西太平洋 有一艘航母可用 那么也就意味着解放军海军 至少需要装备三艘航母 没麻兵吧 同时目前中国只有003航母具备 与美军航母正面对抗能力 就是福建号 可以与美军航母 至少在实力上 它有歼35 五代舰载机等等 包括电子弹射 出动频率也是非常高 因此在这个逻辑上说 003这个福建号需要三艘 才能保持军事力量 也说必须到跟美军航母 能够平起平坐的福建号 我们有三艘 才能达到咱们在海军航母 不讲体系 如果讲体系的话 美军早就被摁在地上蹂躏 咱们现在山东舰也能蹂躏 但是咱们要讲什么 讲的是单论航母 咱们航母舰队 如果去远洋 没有陆基航母支援 你要单凭福建号 至少得三艘 三艘福建号需要的资源 可想是巨大 不仅需要大量的大型驱逐舰 大型的护卫舰 核潜艇 快速支援舰 而且你可以想想 形成编队以后 同时三艘003航母 也需要大量人员 满足运转维护 这是非常重要的 舰载机飞源数量 需要满足三个以上 舰载机连队需要 那就需要海军 再多出数百名 合格的舰载机飞源了 而目前来说 人员还是有缺口的 福建号目前进展 是处于还没海事 所以说003的技术难度 是比辽宁山津要更大 不过 十五代 咱们有难 再难也要完成 对吧 有难度 咱们要克服 咱们也看到 包括空警600 歼35进行训练 加紧训练 这就完成了各个支撑体系难点的突破 不过航母体系高度复杂 预计还需要一定时间完成 满足需要航母编队的规模 在预计的未来 航母编队 加紧海军依然是要依托火箭军空军的反舰火力才能与美军对抗 这讲的就是山东 依托山东舰辽宁舰 依托近岸的火箭军反舰导弹 包括空军的反舰导弹 但是咱们要明白 航母毕竟不是在加门口运用的 是去远洋 比如咱们去西太平洋 三岛链 东太平洋 比如咱们去大西洋 比如咱们去印度洋 是不是你的陆基的导弹和你的空军 是吧 你怎么办 没有办法支援情况下怎么办 所以咱们还是要看福建号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给了福建号 都来到了福建号 目前看美国现在七艘航母集结 有人算了一笔账 明年可能美军无航母可用了 因为他已经透支了 卡尔文森号里根号 美国西海岸的尼米兹号 罗斯福号 东海岸的华盛顿号 美国出动七航母展现美海军依然要领先实力 但如果从航母数量看 美国当然优势明显 不过这次即便七艘航母出动 同时出动 也掩盖不了美国 咱们之前也谈到 他现在航母尽管七艘出动了 在中东现在打成一锅舟 美国海军仅仅部署两艘航母在中东 一艘位于地中海的福特号 一艘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 准备进入印度洋的艾森豪北尔号 目前来看 这两艘航母显然是不够用的 美军此前有一个增援计划 就是把位于西太平里根号 9月底使出红旭鹤 里根号是唯一可以迅速增援中东的 不过里根号增援行动 被中国山东舰彻底打乱了 那么山东舰前出异岛链 其实就是让美国里根号 彻底的必须要留在西太了 那么中东不仅三艘航母不够用 可以说他现在再多的航母 在中东也是不够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些航母都是一身病 山东号出动就打乱美军部署 最后可以通过这几年情况看 只要减文件航母出动 美军必定会在西太 至少要抑制航母战子巡 否则他没安全感 这有咱们之前谈的一个逻辑 山东舰别看他是个常规的 怀越级别加班的航母 但是他可以什么 牵制一艘美国核动机航母编队 是吧 这赚大了 那么很显然看到山东舰进入西太以后 里根号立刻掉头 转头就跟着回到西太了 同时美国西韩出发卡尔·明斯号 是吧 他是有个时间差 他来不及到达 那这个时候呢 西太就变成了山东舰立刻占领 这个飞宾海这个阵位 目前美国在飞宾海附近有四次航母活动 里根号卡尔·明斯号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日向号 中国山东号 这个目前飞宾海是有四次航母 美军日军三艘 中方一艘 那山东舰出动等于牵制美国两支航母战斗群 而这两支战斗群的只停留只能停留在西太 没法增援中东 目前辽宁舰在维护情况下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辽宁舰是处于战斗之班 也接入西太 那中国就两艘航母 美国海军只能将位于美国西海岸 那个尼米兹号或者罗斯符号 再掉进西太 对吧 它保证三航母 那如果未来福建上服役呢 中国海军就随时可以保持两艘航母处于战备 直搬 那到时候美国海军牵制能力 就是对美国海军牵制能力会再上一个台阶 美国可能四艘航母要应对中国三艘航母 但让美军处理这个地区能力是快速下降 换句话说 山东舰辽宁舰福建号同时出现在西太的时候 美军只能来四艘航母 那这个时候它中东怎么办 或者说它在大西洋怎么办 咱们这个问题就是航空母舰 有人说为什么有出现这个问题 就需要定期长期的维护 尤其核动力 一艘航母服役周期内 可能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港内维护的 而且美国海军此时出动的七艘航母 有四艘航母分别在西太和中东进行高强度部署 距离美国都非常远 那意味着明年美国海军至少有一半的航母 就不得不进船厂进行漫长的维护了 就今年在这儿活蹦乱跳的这些航母 明年是一定要进场维修的 那这些维修等于是美国航母 再次大规模出动 那就是透支明年的航母不说 他为什么透支呢 因为这个习主席 他得逼习主席去 明年美国海军无论如何也 无法像今年这样出动七艘航母 那么可以想象中国武统 如果明年台湾大选结束 然后中国趁着春节武统 美国没有航母 美国海军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看到自己同时出动七艘航母 也不用 而且航母数量又不断 不再增加了 如果把美国航母的出动能力 在今年全部透支到明年 没有办法到任何一个热点地区集结 那么为了避免明年无航母可用 美国怎么办 咬人呗 英国 日本 这你就理解 为什么美国人要把日本人带着 因为他没有可用的 目前看到美国情况比较难受 七艘仍然不够用 你可以想想 这摊子铺的太大了 能力有限 甚至最近 位于叙利亚的美军基地都遭到连续攻击 这就是美军以前你能想象吗 七艘航母出动的时候谁敢动美国 现在七艘航母就在大洋上 但是美军基地频繁着遭攻击 后面看一遍 就会避免了 你跟旅行